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新绰号赵满楼 云南拍戏被围水泄不通 这国民度 服了 说起赵丽颖 典型的真人励志题材 现实版的草根逆袭未亡 如今的他 已经是顶流的存在 谁能说不呢 不信你来看看 日前 赵丽颖在云南拍摄自己的新电影《苦狼之路》 当影迷粉丝得之后 纷纷跑去围观 想意度真人的风采 这下可好 所到之处被围的水泄不通 赵丽颖立刻获称赵满楼 这国民号赵丽也是没谁了 这种盛况 可是多少年没有见过的啊 估计当地政府的启动应急预案了 知道赵丽颖火 可也没有想到能火成这样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发生呢 我们也没办法谴责粉丝 这么好的演员 塑造了那么多好的角色 那么深入人心 在家门口有机会看到真人 谁不想看看呢 据悉 这次赵丽颖赴云南 是为了拍摄自己的新电影《苦狼之路》 该剧将在云南取景 前几天网上就流出了一些拍摄现场图片 赵丽颖衣着普通 微微卷的短发 应该是饰演的一位普通妇女 银宝为了角色 从来是不在乎自己的形象的 很敬业 去年的幸福到万家中的和幸福 地道的农村妇女 人家赵丽颖不是就演绎得很好吗 我们知道 相对于电影来说 赵丽颖的电视剧要更火 从花千古到楚乔传 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 都是当时的爆款 而赵丽颖出演的电影 没有这些电视剧给大家的印象深刻 乘风破浪 七游记之女儿国等 虽然也都是明星云集 成绩却不太理想 这次赵丽颖再次触电 估计也是卯足了劲 要挑战一下电影票房吧 这部《虎狼之路》是一部 以寻找被拐卖儿童 以及与拐卖儿童 做斗争的故事 是一部现实题材的故事片 句号 这种话题非常能引起大家的共情 谁生活中没有孩子 孩子被拐卖 或者被拐卖后身亡 这种切肤之痛很能引起大家的共情 也很接地气 因为这种话题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 所以从题材上说 已经具备了爆款的基础 阵容也是不容小觑 导演是带给过我们扫黑风暴心理罪的500 他是很善于拍摄这类故事的 而女主就是我们的赵满楼 男主是和他在《谁是凶手》中有过对手戏的肖央 肖央触电大荧幕后也是成绩不俗 《雾沙唐人街探案》系列都让他成功进入演技派的行列 另一位男主则是香港演员冯德伦 不仅有着帅气的外形 本人也同时是导演 我们的大美女舒淇看上的老公 怎么会颤呢 这样的阵容 无疑又是成为爆款的有力加持 这是赵丽颖五年之后 转战大荧幕的转型之作 相信赵丽颖也会非常看重这部电影 所以 一定会努力演绎 争取在大荧幕上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的新电影吧 预祝赵丽颖在电影之路上 再次奏响辉煌的乐章 您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